我是一個職業投資者 最近很開心 很多人找我 一個禮拜都有四五個人 Lise 找我 投資也好 問一些償金的東西也好 我歡迎回答你們 近來有多了人來探望我 因為現在沒有鎖定 香港人可以走 我也歡迎帶你們來看 我和別的資料有什麼 好 大家好 我是John 給大家一個更新 這是 44號F Wineford 這是一房的屋子 是我自己的屋子 想和大家說一聲 我這個屋子已經出租了 這個很特別的 我們沒有需要放上市場 因為有另一個學生 住另一個屋子 因為那間屋子 業主想過來這裡 自己住一住 做些裝修 變成現在搬來這裡 我們這個屋子 是沒有需要搬出去的 我現在都不方便進去 因為別人已經搬進去 這個屋子是很近 又不可以說很近的 接近Glasgow U 我現在進去的都是學生 她是大陸學生 她讀兩夫妻 我不知道女士讀什麼 男女就讀拍戲 我想她可以教我怎樣拍我的YouTube影片 講回正題 這個屋子買回來 五十六千 一房來說 又很殘舊 都算是貴 因為我知道這裡的potential是怎樣 租給young professional 因為這裡上班 乘巴士都很方便走出去 那條大街叫Mary Hill Road 或者屋村這裡 不知道看不看到這裡 在門口都有個巴士站 我現在走前面 有24小時的超市 有24小時的Madonna's 我其實很喜歡這個屋村 然後我第二間屋村 我自己 在這裡 我給你們看看環境 其實這些全部 十年前收拾過來 它全部好像有些 Square 它屋和屋之間 不是說被迫在一起 所以都幾好 它最不好的 可能在高樓大廈 因為這些 好像後面那裡 也有些高樓大廈 那些可能是最不好的 但是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區 很會建立的 有六七十年 那些住客都住了很久 所以這個區都很好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覺得我一房的property 好不好買啊 阿John出不出租的 那我就經常叫你們不用擔心 我自己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那我裝了收成七千磅 那這個很extreme的 我的租客就給很多錢 我想都說過一千磅 這個你們不要當是 我早早知道是一千磅 我知道呢 這個區可能拿五百幾六百磅 這個租客太多錢了 Joyce有前問她 我們業主要想拿回來 你要搬 然後她說 其實我的同學都走了 我打算都是自己跟我太太一起住 那你有沒有房 我老婆就說你有沒有budget 她說一千磅 好殺你 不過我們那間屋未準備好 我們剛剛收鎖匙 要做裝修你等不等啊 那其實呢 best of both flows 因為我接下來的業主 兩個禮拜後應該是 11月3號會來這裡 那現在她就剛剛搬進去 今天好像21號 22號我都不記得 星期六 所以就幾好 大家夾得到 她又不用搬去別處 她現在走過去拿東西都行 近到這樣 所以我不方便上去 免得了 我們剛才都會上去 看她們有沒有settle in 會不會用暖氣 做個meta reading 她們好像那些焗爐都不適用 都要教她那些首歌 那這些呢 我也不擔心的 我知道有些業主 會租給學生好不好 其實我們都看profile 這些她給了 給到下一年的八月 我也不怕她 還有這些大陸學生 我想是比較猛的 比較蠢 應該這樣說 我又不應該這樣說 比較猛 因為她們沒有出來 做世界 這樣呢 是要少少 baby sit 這樣不是你業主煩 是我們煩 我們要make sure 她會用些東西 有什麼事呢 要report給我們 有哪些東西 好像他們可能 expect 燈泡燒了 都要幫她和她換 這些不是我們和你做的 我們會和你做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漏水 那些你要告訴我們 不要我不管 其實有很多教育的東西 所以我也很開心 搬了進來 我變成可以收租 是不是 我想不到還有些什麼 跟大家說 這個沒有機會給你們看 那個update 其實最大問題 就是廳好像Sona Sona房 拆了木 做了批檔 那個房子又要做批檔 然後她有些髮毛的地方 我也有一個video說過 跟她做好了 現在很帥 她在地上又鋪了新地板 她都很滿意 很滿意 做了個walkthrough video 基本上 就是這麼多 我想 我不記得剛才做過walkthrough video 可能叫Joyce去做個walkthrough video 才行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拍照 因為我們為了簡單的inventory 做個walkthrough 其實都可以 我先說這麼多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video 我叫Joyman 我是一個職業投資者 最近很開心 很多人找我 一個禮拜都有四五個人 Lise 找我 投資也好 問一些mortgage的東西也好 我歡迎回答你們 近來又多了人來探望我 因為現在沒有lockdown 香港人可以走 我又歡迎帶你們來看 我跟別的source有什麼不同 就是可以一條龍服務 由和你選擇的property 收鎖匙 做裝修 找租客 manage那個property 和租客 或者你有另外一個做法 如果你在聽這個 你本身已經有物業 你又不滿意你的letting agent 因為我近來都收了幾個inquiry 他們不是很滿意 因為覺得溝通又不好 做些東西又很貴 又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我想主要是溝通 和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跟一些東西又不貼 那你可以找我們 我們都可以 如果在greater glasgow的area 我都可以幫你manage 什麼是greater glasgow 你可以試一下我 如果你說是阿巴丁 我當然不會坐你 如果一間半間 我都沒有所謂 如果你說五間都給我manage 更加好 那我們可以做這件事 接下來我都想offer一件事 叫做buyer agent service 我們可以和你去看樓 看對了 才和你negotiate negotiate完了 就裝修 然後去出租 這個service 我現在是沒有offer的 我呢 是offer package deal 我看好了 negotiate好價錢 知道要裝修幾多錢 跟著就看有沒有人買 我發覺有些人喜歡 我可能介紹一些貨 他們未必喜歡 我都會offer另一個service 接下來還做一件事 做登記 你們要登記 我知道有幾多demand 因為我現在有幾百個人 在list but at any one time 可能只有五至十個人 有興趣買property 還有這些property有沒有興趣 那些property有沒有興趣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可能要做個登記的process 因為越來越多人找我 我要用這些方法去manage 那個business 我想在這個video 如果你是我existing客 或者是那些新客 我想thank you 你們的trust 因為沒有了你們的trust 我不可以基本上 做我現在existing的生意 我現在不是做那些 就好像take this opportunity 很多bno人 有這盤生意 我其實bno前 我四五年前 已經開始做我第一個香港客 我自己本身 又投資了十幾年 我其實都不需要做這盤生意 我們是自己收租都夠 不過我覺得我很喜歡做生意 亦都很喜歡幫人 幫到你又令到我賺錢 是很fulfilling的 好過開心 Anyway 如果你想問什麼問題 有興趣來Glasgow投資 我當然很想你們來Glasgow投資 因為低水位 我可以幫你manage到很高回報 你們買property 我想都是最緊要 因為你真的隔山買牛 都是最緊要買回個property 有人幫你打理 有人幫你做裝修 是買回個安心都很重要的 我和另一個投資者 他來探我 他聽這個video 他知道我 我是說refer他 他又光顧我另一個人 那我不說是誰 那他真的是sourcer 什麼都不跟他做 找了個property 就是跟他看樓 找了個property 交了鑰匙收了錢 裝修 叫他去聯絡裝修佬 然後不是一條龍服務 然後出租又refer另一個lating agent 其實全部都是頭痛的東西 要自己做的 我問他有沒有 Line Law Registration 有沒有幫你做 沒有 印書有沒有幫你買 沒有 什麼有沒有幫你做 沒有 Council Tax Exemption 有沒有幫你拿 沒有 這些東西 如果你through 我的package deal service 或者through 我的buying agent service 我們全部幫你做 你根本都不知道 我們在後面做了 我想你們買這東西 都是想買這個方便 你出錢 我出力 這些東西做生意 我會確實做得到 就這樣 如果你有什麼 你想聯絡我的 我的email是john.johnman.net 或者你Whatsapp我 很歡迎 answer你的question 和你們想來探我 好 很歡迎 為什麼呢 看一些實境 因為好像上一個投資者 我問他從來都沒有來過UK 更加沒有來過Glasgow 你覺得Glasgow怎樣 他說我都想不到這麼大的 好像有曼城這麼大的 其實看你怎麼看 市中心是大過曼城 不過整個area 因為曼城有很多其他地方 我們是不夠曼城這麼大 其實Glasgow都是大過曼城 最近這十年八年 因為英格蘭搞HS2 就大過我們 你想想 蘇格蘭這個Glasgow 我們本身有地鐵 估不到這個地鐵 百多年了 是全世界第三最有歷史的地鐵 我想你們都猜不到 如果他不是一個重要的城市 他都不會有地鐵 百多年前 我先說這麼多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Glasgow 因為我在這裏 這裏大 在這裏居住 我是地膽 所以有什麼呢 你問我 我回答不了你Glasgow 應該都沒有幾個人可以回答你 下一個影片見 OK 先這樣 幫傭 你要不要應該 又來 幫傭 你 你 有什麼 你 你 在這裏 你